如果可以跟炫冰、孙艺蓁、黎敏浩、全志全 来个灵魂与灵魂的相遇 虽然没有机会演韩剧 但亲身进到韩剧场景拍照留念也是挺不错的吧 你好好旅行 我是肉肉 上二集我们带大家去了韩国江源道的五个市 踩了好多韩剧景点 大家还记得吗 还没看过或者是忘记了 我们把连接放在右上角的资讯卡 大家可以先去复习一下哦 本集我们讲峻 分别是洪川、灵堤、平昌、恒城 跟金善五个地方 那我们就先从北部的灵堤开始说起吧 灵堤峻有一个出名的观光地叫做白化林 又叫做雪白忘忧白化森林 这是一个冬季秘境 在白茫茫的雪地里面 充满70万棵聚怂入云的白化树 光想象就觉得很壮观 白化林是有管制的哦 进去要做记录 四季能入山的日期跟时间也失气候不一定 有计划造访之前 一定要先参考网上的公告 在这边拍起的就是经常请示范的漂亮姐姐 大家看过这一部剧吗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场在白化林的吻戏 连孙玉珍本人都说这是她最印象深刻的哦 接着来到中部洪川Dream 洪川有名的也是滑雪场 叫做大名维瓦尔滑雪场 Bevody Park 在上集有跟大家提到伊利西安是适合所有程度的人去滑雪的好地方 其实洪川的Bevody Park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而且呢这里是全志贤跟李米浩拍摄蓝色海洋的传说的取景地哦 戏里面男主为了让女主看雪 突发奇想就带她到滑雪场 结果女主滑倒 两个人就在雪地里面翻滚的场景 迷倒了千万粉丝 好这地方因为可以当天往返跟深夜滑雪 所以深受当地人的喜欢 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冰雪王国 如果你不滑雪的话 去玩冰山溜滑梯或是滑雪 恰尾都是可以的 洪川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 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 叫做银杏林 创始于1985年 据说森林的主人为了她疾病所苦的太太 从市区搬到这里居住 他们就听闻说在五台山下游 富含矿物质的三丰泉水喝了有奇笑 就这样怀着祈祷 妻子能够痊愈着这样的希望在这里生活 还有在这个土地上 开始种下一棵棵的银杏树 因为它是一个私人森林 25年来从来没有开放过 直到2011年开始因为口耳相传 尖尖有了名气 之后呢 才为了观光客 特别在每年的十月开放 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但是呢 它一年只有开放十天的时间可以参观 而且没有限制开放 所以对剧组来说 取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目前没有戏剧在这里拍摄 只有电视节目介绍过 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就说 在城市里 在家里 在日常生活中 我似乎都感受到了压力与困难 但一到来到了森林 我就哭了 尽管大自然对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这个银杏林就如同它的创始故事 是这样一个有治愈感的地方 虽然没有剧组拍摄 我也一起介绍给大家 接着我们来说 同样也是位在江源道中部的恒城郡 恒城专门产顶级寒牛 当地政府每年还会举办寒牛节 那墨西里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军事基地 某些区域普通人是不能自由进出的 也因为它整个环境啊 商会是比较封闭的 所以常会拿来当作战争剧 或者是剧本需要模拟北韩边境的 或者是有年代感的拍摄 而要说最出名的 就是顺兵跟孙艺蓁主演的 爱的迫降 有一个大财阀的继承女 因为华翔一事故 被迫降落到朝鲜 结果爱上朝鲜军官的故事 这部剧当年红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讨论他们的拍摄地了 尤其是这个主角的家 到底在哪里拍的 南韩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其实这次剧组在墨西里这个地方 找了一块贤地 搭了一个村庄的景 之前呢 还有开放公众参观 后来就拆掉了 这个主角家的位置 以前还是国家的弹药仓库 现在整个结构都保存的非常好 这里没什么景点 大家如果想去探勘 体验一下破降的感觉 可以去附近的宗佳工厂 宗佳是韩国最著名的泡菜品牌 阿拉的工厂呢 就是自由参观的 你能体验做泡菜啊 吃个最正宗的韩牛啊 感受一下这里原始乡村的氛围 下次大家韩剧 再看到类似的场景 就会知道说 诶 这个应该是在江源道墨西里拍摄的 好 下一个平昌 平昌呢 是位在江源道中东部的太白山区 这里以美丽的群山闻名 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满满的山 韩国最高的山脉就位在这里 台湾人比较认识平昌 可能是因为2018的时候 这里是冬奥的比赛地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应援团 特别跑来这里看比赛 那除了运动赛事之外 有哪些拍戏取景地呢 首先是大光岭三氧牧场 占地面积六百万平 号称东亚最大的绿色草原 无边自己的视野很壮观 难怪是电影的热门取景地 包括爱情小说 香草等等 还有非常多的电影都曾经来到这里拍摄 电视剧呢 则有蓝色生死恋 六龙飞天 龙八姨 何柏的新娘 卢卡 九属少年 灰姑娘与四骑士 泡泡糖 生死任堂等等等等 还有非常多的韩剧爱与篇幅呢 我们今天就不特别再写出来 但光是这几张 大家看下来就会发现 这里面的路啊 很有层次 你只要取景的角度稍微不一样 就会完全感受到不同的风景 来这里拍婚纱 拍MV 拍广告的也很多 各位如果有兴趣 想要了解 来这里拍摄的作品呢 可以上大光岭三氧牧场的官网查看 他们都会更新上去 在平昌还有一个地方 因为拍摄韩剧变得热门 那就是五台山 鬼怪曾经在这边拍摄过 然后在看五台山上 东边的西谷 有一个寺庙叫做月经寺 建立于新罗时代 由六十间大大小小的寺庙组成 整个腹地还颇大的 因为满月台上 十五的月光特别明亮 所以叫做月经寺 大家看到这些剧照里面的树木 就是月经寺的山松林 有人说有烦恼的人来这边走走 很适合帮助思绪整理 于是他们都会在这条路上散步啊 冥想啊 所以每年从各地来的游客 都是络绎不绝 本地人也会去那里坐禅 吃素或进修哦 最后我们来介绍 未在南部的金善郡 这里原本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 但近几年也慢慢开始发展观光 看到这张照片 大家想起来了吗 就是太阳的后翼里面 宋仲基帮宋慧朝细鞋带的场景 这个地方叫做三探艺术矿场 以前是韩国的主要采矿基地三治探区 废弃之后呢就改建成主题观光 太阳的后翼在这边取了蛮多点的 有一幕是江西人被绑架 所以也很多人会坐在这个椅子上 模仿重击欧巴等待救援的表情 三探艺术矿场他们自己还有提供两天一夜的 博物馆详细介绍邮程 你可能会想这个地方要怎么待到两天一夜 我跟各位说这里的原方管理人很了不起 因为他很喜欢古文物 所以收藏了很多当年矿业新盛时的工作日志 点击史料还有超过150个国家 10万件以上的古物跟世界原住民的工艺品 总共有四层楼的博物馆 搞不好两天一夜都看不完哦 除此之外也有美术手作体验 室外BBQ这些包装行程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太阳粉或者是喜欢国物文化的人 应该都会蛮喜欢三探的 另外一部在今上拍摄的韩剧就是 2001年引发寒流风潮的经典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 电影里面 车泰轩跟全志贤埋藏时空宝囊的白云农场 就是现在的时空胶囊公园 当年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 里面就只是一棵松鼠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广大公园了 你看到照片上那些圆圆的底下 其实都埋着某个人的时空胶囊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来买的哦 你还可以设定最短一百天 最长埋到三年 根据时间长短租借或购买的费用 当然也会不一样 虽然不是原汁原味的还原 但真的可以埋下时空胶囊 跟电影里面一样 和某人相约三年后一起来取 这个体验也是很酷吧 除了戏剧、实境节目、机智山村生活 幽静乡下的生活情境也是在精善哦 好的 以上就是江源道的韩剧打卡地图 看完大家是不是也对整个江源道 有更深入的了解了呢 你最常去哪一部戏的长津旅行 或者如果大家最近有追什么剧 真的是太好看了 也请留言告诉我 不一定要在江源道取经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 下次见咯 拜拜 咯 〔祝贵